大家好,欢迎收看九姑娘梦游仙境,我是九姑娘 近日,一篇名为《日本要把100万吨核废水倒入太平洋,需要批谣吗?》 这样的文章令全网炸锅 文中将日本即将倾倒核废水的事实定性为摇影 这是一个来自某众号平台的自媒体文章 文章更是没有下线地说到 某些国家的自来水和日本的辐射水比还不一定安全 《环球某报》鲜有地参与到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的口诛笔伐中来 文章十分犀利地下了一个标题 名为《日本核废水比中国自来水还安全》 那就请你们喝干它吧 核废水真的如某些自媒体所说的那样 比自来水都干净吗? 感觉农夫山泉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这是要抢生意的节奏啊 今天我们就来深巴一下这123万吨核废水背后的故事 2011年3月11日 在日本工程县东方外海发生规模9.0级地震 地震引发了海啸 对福岛第一核电站造成一系列的设备损毁 堆芯溶毁 辐射释放等灾害事件 为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子事故 福岛核电站内共有6个废水反应堆基组 是由通用电器负责设计研发 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负责管理运作 简单的说 废水反应堆是以去离子水作为冷却剂和中子减速剂 反应堆堆芯进行核裂变产生热能 使水沸腾为高压水蒸气 从而驱动涡轮机做工发电的过程 离开涡轮机的蒸气 经过冷凝器凌结为液态水后 回流至反应堆堆芯 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 2011年3月11日 地震引发了电源故障 导致机主失去了外部供电能力 设置在地下室的应急柴油发电机 淹没在水中而停止了运行 此外 电器 水泵 燃料罐 紧急电池等 大部分应急设备受损或被海水冲走 导致水泵无法继续运行 不能继续向堆芯和燃料池注入冷却水 由于核燃料在停堆后 仍然会产生巨大的衰变热 如果不继续注水 堆芯内部就会开始空烧 最终核燃料会因自身放热而融化 由于燃料组建的包壳融化 包壳中的燃料颗粒形成堆芯融毁 一到三号机融毁的堆芯 向反应堆气轮机厂房内释放了大量的氢气 导致134号机发生了氢气爆炸 事故中的一系列事件 在周围环境中泄露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包括排气泄压操作 氢气爆炸 安全壳破碎 管道蒸汽泄漏 冷却水泄漏等 3月12日20时05分 按照首相兼职人的指示 日本政府命令将海水注入反应堆机主 尽力冷却反应堆内可能溶毁的堆芯 这也彻底打消了未来修复反应堆的念头 历时9年 损坏的堆芯和反应堆到现在仍在进行之中 大量热量不断被释放出来 所以现在每天都必须注入海水冷却炉温 然而注入了多少冷却水就会产生多少核废水 辅导核电站积压的核废水至少达到了123万吨之多 这就是123万吨核废水的由来 癌症是最常见的长期辐射伤害 人体细胞通常会在细胞生命周期终点的时候自然分解 细胞一旦失去这个自毁的功能 不断的病态增生就会造成癌症 人体本来可以通过自身修复细胞自毁的功能 来确保细胞能够健康的新陈代谢 但放射性元素会干扰这些功能和过程 辐射令细胞的化学结构出现变化 破坏细胞内的基因 所以有可能令患者受害之后 出生的下一代出现小炉成长缓慢 发育不全等畸形现象 世卫组织在1986年 契尔若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调查发现 受灾范围之内 幼儿泥患甲状腺癌的比例急剧增加 主要原因就是事故中释放出来的辐射物质 是高剂量的放射性点 而放射性点又主要积蓄在甲状腺 国际原子能总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所主导的契尔诺贝利调查 在2005年所提出的 契尔诺贝利事件伤亡报告中 共56人直接死亡 其中包括47名救灾人员 9名迷患甲状腺癌的儿童 估算暴露在高度辐射物质下的 大约60万人中有4000人死于癌症 绝大多数为儿童甲状腺癌 总伤亡人数达到93000人 切尔诺贝利在爆炸时 堆心燃料和石墨在空气中 进行了一次扩散 随后有一段时间 堆心敞开向空气中扩散 放射性物质 后来已经通过受灾地区的封闭切断 地面洗消 使不可逆的污染区域尽量减小 实际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与其他反应堆一直运行到2000年 也就是说大家在隔壁继续上了14年的班 因此此次事件属于一次性的 可清理的核污染事件 福岛核泄漏 虽然同切尔诺贝利一样 属于世界规定的最高级7级核泄漏事件 但它却是另一种情况 可能比切尔诺贝利更加糟糕 融化的堆心没有化学爆炸 爆炸的是氢气 因此没有堆心辐射抛洒到空气中 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外爆式空气辐射传播 对周围土地污染 主要是蒸发的水汽和其中的辐射同位素 也就是常说的点131和色137 但是暴露在外的污染强度不大 即便看事故当时的空气检测 相当于正常人20毫系沃特每年的安全计量 看似对环境影响 也比切尔诺贝利要小得多 其实不然 由于核冷却设备的不可逆故障 导致核反应堆污染的持续性 并需要不断地向炉心注入海水 冷却积压的核废水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大难题 日本和欧美的多数媒体聚焦在核污染水中 含有放射性同位素川和碳14 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 只说了半句事实 核岛核泄漏事件中 主要对人体产生长期伤害的核放射性元素是 点131和色137 非常奇怪的是 对人类产生重点定向杀害的 这两种放射性元素 处理后的核废水中含有的比例 都是语焉不详 点131的半衰期为8.02天 色137的半衰期为30年 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 有半数发生在衰变时 所需要的时间叫半衰期 真正可认为无害 是在经过10到30个半衰期以后 没有新的放射性核元素产生 点131不是一个天然核素 它是核反应的裂变产物 物理半衰期为8.04天 在人体内一般器官中产生半衰期为12天 而甲状线中的生物半衰期为120天 但色131的危害 则需要至少数百年来验证 试问除了天山同牢以外 谁又能验证得了核废水中 这种放射性元素的伤害呢 放射性辐射给人体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一旦放射性元素进入到人体内 就很难排出体外 体内的放射性元素对人体的伤害会持续一生 大家都知道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后 很多动植物产生了畸变 正如广岛长崎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经验一样 许多动植物发生了变异 而这只是外形上看得见的变化 事故发生后 福岛周边很多蔬菜和肉类的辐射严重超标 日本东北的农产品和海鲜严重滞销 东北甚至是关东地区的日本民众 只敢购买来自冲城 九州 北海道和关西地区所生产的农产品及海鲜 多国禁止进口福岛及其周边地区生产的食品和农副产品 事发三年后 2014年7月 东京第五检查审查会提出将起诉东电三名高层 分别是东京电力公司前会长 董事长盛宇恒久 前副社长副总经理五黑一郎71岁和武藤荣66岁 直到三年后的2017年 三位高管才被控与医院疏散有关的独职罪起诉 又过了两年 2019年9月19日 东京地方裁判所对东京电力公司三名前高管 辅导核事件的事故责任 做出终审判决 认定三人无罪 引起日本岛内一片哗然 三人无罪的判决宣布后 原告支持者在东京地方审判所外进行了抗议活动 福岛五十十市是对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露事故后 东京电力公司针对800多名员工进行动员 50位继续在核电厂内进行紧急维修工作者的统称 2011年3月15日凌晨6点10分 二号机传出爆炸声 这次爆炸损毁了为主体底部的一压室 即将水蒸汽冷却为水的地方 如不进行作业则可能发生反应堆整体爆炸 当时的辐射机量率为965.5威西沃特每小时 以超过法定基准500威西沃特每小时 核电站内800名工作员工中不必要人员全部撤离 只留下50名人员作为赶死队 继续执行这项艰险的冷却工作 事件还被拍成了电影 电影的名称就为福岛五十死士 不得不客观的说 这50位勇士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 但是为何需要这福岛五十死士 是电影不想让你知道的残酷真相 早在前一天 3月14日 东电集保安院声称现场环境安全 中央特殊武器防卫队派出200人进入现场 两单位瞒报实情 导致任务设计错误 人员防护不足 在三号机爆炸中有四人受伤 防卫省干部强烈抱怨两单位提供虚假情报 首相要求出动直升机到现场洒水降温 遭到防卫省拒绝 事件持续了两天 自卫队在各方压力下才重新参与救灾 这两天的间隙 刚好就是福岛五十死士 在二号机内拼命的两天 这五十位死士 基本上全部都为五十岁以上的老者 另外 日本调查记者林木志燕在其出版的新书 《急盗雨核电站》中指出 在大地震及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灾变之后 进入电厂抢修的福岛五十壮士 其实很多都是黑道找来的 其中有不少闲散人员 甚至还有残障人士 对于这种言论 无从查证 所以我们权当一种可能性来看待 话说到这里 事件的前因后果就非常明朗了 首先推给官员 所有的东电官员出来集体鞠躬道歉 然后部门彻查 起诉官员 转移事故重点 这波操作非常日本 第二 利用大和民族长久以来的民族主义 强推个人英雄 拍摄福岛五十死士 宣扬核事故中的正面形象 转移东电隐瞒事实 导致自卫队罢工的重点 福岛核水多核数去除装置 ALPS处理了一遍核水 东电公司有习惯性撒谎的前科 经常数据造假 前面我们列举了一些 另外 2018 年 东电公司曾表示 绝大多数的水 除了穿元素以外 已经清洁到日本政府的安全标准以下 刻意将核废水的称呼 包装成穿水 模糊概念 但同年美国媒体爆出 可能存在其他更危险的放射性核数 包括4910和点129 直到 2019 年夏天 东电公司承认 虽然过滤降低了其浓度 但约四分之三的水 尚未经过二次过滤的过程 2020 年 东电为了迎合日本政府 即将向太平洋倾倒核废水 又出了一纸报告 报告中指出了 多种核放射性元素 通过二次过滤达到了安全水平 这大概也是 许多对排放事件洗地的人 提出的一个核心论据 不仔细看 还真的很像模像样 数据中清晰地列举了 八种放射性核数 通过二次过滤 得到满意的过滤结果 但仔细看 不对啊 报告中发布的时间是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处理核废水的周期是 9 月 13 日到 9 月 20 日 9 月 27 日到 10 月 4 日 两次总处理了 2000 吨核废水 2000 吨水的处理报告 能当作 123 万吨核废水的排放标准吗 另外 核废水中的数十种放射性元素 为何在实验中只列取了八种呢 是不是实验方认为 其他放射性元素对人体不构成伤害 所以不需要列举呢 关于这一点 我有所疑问 但不得而知 日本将核废水排放到大海 其实就是要全世界 为福岛核蟹漏买单 它的套路就像川普对待新冠肺炎一样 等核废水均摊到全世界后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恐怖了 无非是造成两种可能的结果 因为核废水迷患疾病死亡 死掉的人自然无法为自己发声 活着的人则是第二种 感觉核废水并没有影响到自己 自然也不会站出来说话 再热门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而冲淡 很快 这个世界还是会有条不紊的运行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除广岛长行那种直接遭受核攻击 立即大面积细胞致死的剂量外 放射性危害是体现在长期的 癌症和畸形的疑患率上的 不是个体短期内能确切观测到的损害 长期观察的话 也需要长时间全面的数据 加上合适的对照组 每一个电离辐射粒子 都有可能破坏DNA 提高癌症或畸形的概率 当分母变为全球70亿人口时 统计的可能性就变得无限小 实验就会完全无法得出样本 这就是日本的小算盘 其实很简单 继续制造储存核废水的水箱即可 按照日本政府原计划反应堆 30年自然衰竭处理 无非是再制造两倍多这样的灌体 带到核燃料殆尽 再通过封存时间自然消除危害 而日本对于跳脱如此高昂的 处理废水的经济代价 已经是跃跃欲试了 多次试探全世界看待此事的底线 试图将本国的直接经济损失 转移为全世界的健康损害的机会成本 但实际上大家清楚 无限接近于零也不是零 有少量风险不代表没有风险 更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核废水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而不仅仅是我们自身 不可否认 日本人在整体数字上处于世界前列 他们热衷环保 近乎强迫正般的垃圾分类 但就算你把垃圾分类 明明白白的做上了一万年 也抵不上123万吨核废水 轻到入海造成的环境破坏吧 如果真如今日所说的那样 如普通水一样清洁 身为高素质的日本人 123万吨核废水 对上1.2亿人口 无非也就是每人10公斤 装成两桶桶装水 分发到每家每户而已 洗洗菜做做饭啥的 一天就用完了 这么看来 这些水也不像是某些洗地的今日 所说的那样 好过中国的自来水吧 当日本人和你说 给大家添麻烦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觉得 他谦虚客气有礼貌 因为他会真的给大家添麻烦 而且可能是很大的麻烦 欢迎评论点赞收藏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